那有初宝说现在天冷了 怎么样增强这个植物的越冬能力 其实初宝一定要盖它一个什么点呢 你们也都知道 秋天的鲁鱼特别肥对吧 你像鱼它们在秋天的时候都会疯狂的进食 疯狂的进食来储备过冬的能量 也就是我前两天拍视频的时候 我说秋天到了 秋天的第一波肥你们用上了吗 秋天你要用上肥啊 你这样它长得壮啊 它才能够去抵抗冬天 是吧得多吃点 你像我们留一丝棚瘦的那样 肯定不如苏格拉或者扛冬啊 对吧 因为它身上没有脂肪 植物也是相同的道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每年冬天之前 这个秋天 夏天一过秋天一来的时候 它生长旺季的时候 一定能给上肥料 最挖赛的就是反肥水 它能增强植物的抵抗能力 还有免疫能力 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养护的时候 不要频繁的去换土 你换盆我可以理解 你换土我想不明白 往叶片上喷肥是可以的 它吸收能力有限 好吧 可以喷 但是呢 最直接的还是根部吸收最挖赛 你可以两个一起进行 这个不影响 肥料呢是一个拉力赛 跟人吃饭一样 一口一口的吃 没有一口吃成胖子的 别咚了一下上那么多肥 不可取 好吧 别跟人生哥一样 别的没二日啊 结果不错记得点个赞 希望臭板的冬天的花也都养的比较壮 秋天 冬天好不好 全看你秋天怎么搞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